我是周队长 今天讲解1975年由米洛斯福尔曼指导 由杰克尼克尔森主演的剧情片 中文翻译是飞跃疯人院 故事发生在1975年 美国那家精神病院像往常一样运作 但是男主角麦克莫菲的到来 彻底打破了这里的一切 麦克是一个十足的混混 他也许有一身的坏毛病 但是麦克待人待事 意气十足 麦克在生活中懒惰 爱打架闹事 在监狱劳动改造中也不是很配合 于是麦克就被送到了精神病院 麦克来到这里后 一个全新的世界 这些人虽然都是精神病 但是相比外面的环境 这里的人安静多了 第一次的集体情感互助会 更是让麦克觉得好新鲜 随着耐心的护士长凯蒂 和这些病人的交流打开话题 病人老张就自己老婆出轨的问题 讲了一番很有哲理的话后 病人之间开始炸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语言系统 用自己的肢体语言参与到这个话题的讨论中 现场的噪声和混乱 也让麦克瞬间明白 为什么这些人都被关在这里 这些人的思维都是跳跃的 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也或许是长期在精神病院服药的关系 大部分人都很容易被情绪所控制 有几个老哥还有些奇怪的生活癖好 就比如这位很喜欢独自跳舞 而这一位非常喜欢 有空就去拿拐杖练习拳击 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 麦克用自己的方式和大部分人打成了一片 但是麦克的动物本能迫使 他必须要去做一些刺激性的挑战 麦克开始挑战护士长凯蒂的权威 在情感护助会上麦克提出要改变时间表 为病人争取娱乐时间 要求电视上播放世界棒球比赛 麦克的想法是好的 但发现举手投票的话 病人根本不屌他 在麦克晚上用水龙头冲洗了几个病人后 第二天的护助会上奇迹发生了 和麦克的一帮人竟然不约而同的举手 同意麦克的电视转播想法 而护士长则临时改变承诺 必须要所有的病人一半以上同意才有电视看 麦克连忙激情的说服其他的病人 却发现根本无济于事 幸运的是麦克最后一刻说服了大傻举手 但还是被护士长持言拒绝 眼见自己几天的努力白费 愤怒的麦克看着大厅的电视机 灵机一动 不放就不放 我自己来演 麦克用想象的激情现场解说 搞得病人们都很懵 护士长被激怒后 就安排院长找了麦克谈话 没有料到谈话后的麦克更加放肆 他在操场利用大傻的身高 竟然从精神病院翻了出来 早就熟悉校车作息规律的麦克潜入校车 开着校车带着星辰病友逃了出来 路上麦克又拐了个弯 接上了自己的情人小红 麦克的想法很纯粹 就是带着病友去钓钓鱼嗨一把 在码头撒谎搞到一条船后 众人就出发了 这是一个万里无云的晴天 麦克带着众人在海上把鱼尔分发给病友 安排病友钓鱼的缝隙 麦克和情人小红在船上愉快的玩耍 却惨遭病友偷看 这大概是这群人最开心的时光 而开心也是有代价的 院长和警察在码头把众人围捕后 又送了回来 院长和精神病专家商议 要对麦克实施一次特殊的治疗 而就在治疗前 在情感护士会上 一个最大的反转出现 原来精神病院里面 除了麦克和几个人是罪犯以外 大部分人都是自愿进来的 这让麦克瞬间陷入了沉思 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精神病院比外面的世界更加自由吗 而就在这时 随着老王被烟头烫到后 肢体抽搐 保安以为是老王精神病犯了 随即介入 意气的麦克帮忙出头 却被保安按到地上 大傻也勇敢出击拯救麦克 一场混乱过后 麦克又发现了一个反转 原来大傻这么久以来都是装病 大傻的脑子很清醒 这也让麦克无畏杂陈又惊喜 麦克决意带着大傻逃出这里 在因为出头被进行了强行电击治疗后的麦克 就开始了行动 麦克贿赂了保安 把小红和小红的闺蜜 晚上带进了精神病院里 小红带了大量的红酒和啤酒 和病友众人在精神病院 进行了一个盛大的派对 疯狂过后 麦克和病友们摊牌 今晚就要和大傻去加拿大 可能以后永远也见不到了 知道消息的病友 纷纷用自己的方式和麦克告别 老张也表示 到时候就去加拿大找麦克 而意气的麦克 满足病友比利和小红的愉快约会后 却打乱了自己的计划 众人在睡梦中结束了今晚 天很快亮了 赶来上班的护士长看到医院此番场景 随即安排安保人员清理现场 护士长清除比利的懦弱 用比利的母亲做威胁 逼说了这一切都是麦克干的 没料到的是 自尊心很强的比利 为了给小红和母亲一个交代 被护士带走后 用玻璃划破手腕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拿着保安钥匙粉 可以逃走的麦克 看到自杀的比利 瞬间崩溃不已 麦克目睹了这一切 他觉得是护士长害死了比利 愤怒的麦克豁出去了 他一定要掐死护士长 保安赶到后 也算阻止了一场悲剧 大概过了一段时间 麦克被精神病院强行治疗 并友们纷纷讨论麦克的状态 而就在一晚上 麦克被保安带了回来 大傻终于等到麦克 他向意识不清的麦克喊话 兄弟 这段时间 我都在锻炼身体比牛还强壮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一起逃出去了 但是大傻自说制话 才意识到了不对劲 现在的麦克已经彻底变傻了 根本不认识自己是谁 大傻做了一个人生中最艰难的决定 他用枕头捂死了麦克 以大傻对麦克的了解 他不希望麦克以后 过上这种没有希望的日子 大傻使出全身的力气 搬起水槽 砸向窗户 跨过窗户后 大傻从精神病院逃了出来 这是一个黎明的清晨 大傻跑向光明 他终于获得了自由 而麦克则像一道光 唤醒了精神病友的自由意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